今天的这则故事已经有些年头了 话说在过去南方的某个小村子里 住着一个叫李武的老汉 李武西下只有一个女儿 故事发生那一年 女儿已经嫁人了 李老汉的老伴没得早 因为村子附近有一条很宽很深的大河 李老汉就靠着一条船 几张渔网以捕鱼为生 后来这条大河经常有人溺亡 李老汉慢慢的就成为了一名捞尸人 李老汉生性胆子大 如今又是孤单一个人 倒也不忌讳什么 索性不再捞鱼 专职做起了捞尸的行业 因为晦气 很少有人做这一行 李老汉捕鱼一辈子了 水性好 对这条大河又格外熟悉 再说他也没有别的收入 于是只要有人出钱让他打捞 他从来不拒绝 慢慢的 李老汉成了当地有名的捞尸人 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而李老汉也知道 做这行的人不多 于是慢慢提高了价钱 就连同村谁家有人溺亡 李老汉也不讲情面 照样收钱 否则一概不管 李老汉的名声一下就抽了 村民们都说 眼里就知道钱 一点相情都不讲 对于村民们的流言蜚语 李老汉从来不放在心上 只要给钱就行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改编了李老汉 几年以后的一个下午 两位老人正在大河岸边站着 他们眼里勤满了泪水 眼光朝着大河的方向不住的张望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 李老汉划着小船慢慢悠悠的过来了 两位老人死死盯着李老汉的船舱 随后失望的泪水瞬间流了下来 李老汉将船划到岸边时 男人问 李师父 我儿子没有找到吗 一旁的妇人流着眼泪 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李老汉 李老汉一边松开手腕上的绳子 一边回答道 找到了在船底下面 李老汉跳上岸 开始往上拉人 不一会儿 一个小伙子就被拉了上来 两位老人一看 随后是双双泪崩 他们搂着小伙子不停的哭喊着 那哭声和喊声 引得李老汉禁不住失了眼眶 李老汉跳上船 欲要离开 男人缓过神来 赶忙叫住了李老汉 李师父 这里有三千块钱的打捞钱 您拿着 李老汉转过身来 朝着男人微微一笑的说道 你我都是当爹的了 没了孩子的心情我懂 这钱我不要了 说完 划着船离开了 为何见钱眼开 饱受骂名的李老汉 会在几年之间 有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这就要从他的女儿说起了 就在李老汉一个劲加价 被乡民们痛骂的那段时间里 有一个雨天 女儿李小小来看望他 给他买了一壶酒 还做了一桌子好菜 李老汉很是高兴 爷俩边吃边聊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李老汉捞尸的这件事 爹 你以后别干这行了 现在村民们都说你眼里只有钱 一点情面都不讲 您还是捞鱼吧 李老汉文言生气了 将杯子一扔就喊道 别人爱怎么说我不听 可是你是我闺女 你咋还说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爹管不了你了 李小小害怕的说道 爹 你别生气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是不想听到别人说爹你的坏话 我不投不想 凭本事赚钱 我就假假有本事自己去捞啊 我告诉你 你少跟我说这些不爱听的话 李老汉说完以后气呼呼的走了 不一会儿他到了大河边上 自己所搭盖的那个窝棚里 不知不觉 李老汉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女儿来找他了 爹 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走了 说完李小小便朝着大河走去 李老汉心里一着急 一下就行了 他赶忙往家里跑 却没有发现女儿的身影 几天以后 女儿的身体被村民无意间在岸边的杂草里发现 原来那天李老汉生气离开以后 李小小就跑出去追他了 结果走到大河岸边的时候 一不留神掉进了大河里 李小小不会游泳 溺死在了河里 村民们将他女儿打捞起来 给李老汉前去报信 李老汉慌忙跑到大河边上 抱着闺女是一顿痛哭 那哭声响彻云霄 在大岸边上久久回荡 自此之后 李老汉不再做捞师这一行 如果有乡民和陌生人请他帮忙打捞 他从来不收一分钱 不知道的人对此很不解 为啥满眼事前的李老汉忽然之间不收一分钱了 村民们说 是他离世的女儿感化了他 他对不起自己的闺女 他这是在赎罪呢 故事到这里也就讲完了 即便你我拥有再多的钱 有些东西 咱还是很难买到的 比如亲情和友情 关于这个道理 想必每个人都听说过 但又有多少人 真正能体会呢 愿者